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 春风里摘星明初 安保罗 欢迎保罗 他是来自欧洲的米其林三星大厨 今天他的对手 同样来自春风里社区开餐馆 快看啊 天使出来了 天使出来了 小天使 必胜 有请二位大厨回到各自的操作台 准备比赛 有请 今天其实在场最纠结的 应该是我们的评委老师 一边是我们的小书生 而另外一边是我们的 三星大厨 到底如何选择呢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评委 欢迎美女主持 已一著名美食评论家 李春安老师 豪善菜大师 唐星明 淮阳菜大师 周晓燕 今天的大赛 最后的抉择 拜托四位了 今天我们比赛规则是 在限定的九十分钟内 我们的两位大厨 要各自教出自己的菜品 并且交给我们四位评审老师来品尝 再一次提醒两位 今天唯一的获胜者 他将参加下个月 在澳门星豪饮会举行的 世界美食大会 并且有机会向十神发起挑战 这在美食界绝对是至高的荣誉 我相信两位一定会把握住这次机会 掌声祝福他们 现在我宣布比赛开始 刀工很厉害 有活阳色的功力 这种荷包鸭对刀工要求太高了 主肉分离了 要真功夫啊 什么啊 什么啊 人呢 人呢 你干嘛去啊 吓跑了 哇 哇 你活这么大 算不上犯规啊 啊 放心老板 我大 我一定有本事 没问题 没问题 他的这个定力不错 这动作一定要平稳 否则他的造型啊 就会受到破坏 哦 啊 嗯 嗯 保罗淡定闲境 参赛经验一定很丰富 在看着烧刀切片 简直就像一门艺术 刀烧热的时候 切的时候更加清爽利索 而且切出来的鹅干 更加整齐 更加美观 太漂亮了 就像我那天去他们餐厅吃东西一样 冷冰冰 好看 不好吃 这是西苍的摆盘手法 在中苍还是比较少这样的 预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 二 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有请李宗盛 乘上菜饼 同样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 有请高天赐 安保罗来到舞台中间 现在再评委一席的是 是来自安保罗的菜饼 请保罗给我们来介绍下以来 这道菜叫焦糖红梅牧丝 配法式鹅肝 新品rado 鹅肝 league 甜甜点 鸭 也切得好吃 更特别的是这个焦糖原来不仅仅是装饰 慕斯的做法也是别具匠心 让我感受到了甜蜜的少女气息 这个鹅肝虽然是传统的 但是它融络了酸甜的味道 我觉得很有创意 也很惊艳 这道菜它真是东西结合 因为本身它是西餐 但是下边的菠萝又带着东方的酸甜 那么在维尼的鹅肝里边 融入了焦糖的脆甜 还有菠萝的酸甜 乘在一起令人难忘 我们也觉得很惊艳 加油 现在为止李小姐 陈上七季大排档 煮出高天赐的菜品 请天赐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我知道是钱宽教化鸭 里面有荷叶 是杭州教化鸡的做法 这下江南跟岭南都齐了 外皮是严局的 像广东菜的做法 鸭肉很嫩 所以我吃到这鸭肉呢 我就回想 刚才我在看它做菜的时候啊 那个情景 外面是雪白的盐 有盐香和那个沙浆的香味 然后打开以后呢 就是碧绿的荷叶 那那个是江南的风味 那种清甜 最后呢 它就是在云南的雪莲 雪山上面那种很清新的味道 全部融合在鲜嫩的鸭肉里 它起的名字叫田坤 是有道理的 老天上门厉害 陈老板 姑姑娘 做这事就处以高兔 这叫命师处高兔对不对 现在到了我们四位评审老师 最纠结 最痛苦 最难做抉择的时刻 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 安保罗 四位评审老师 该如何打分呢 请看大屏幕 第一位评测老师给出的分数是 九分 第二位 九分 第三位 还是九分 最后一位 天的石锋 四位评审老师 加起来的分数是 三十七分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分数 恭喜安保罗 我相信这个高分 一定给我们的高天次 造成了压力 现在我们来看看 高天次 他的分数 第一位评审老师 十分第一位就给出了满分天了 第二位 还是十分 天哪 第三位 分数已经是二十分了 两位满分 第三位 九分 现在三位评审老师 加起来的分数 已经达到了二十九分 最关键的是最后一位 他的分数是 八分 四位评审老师 给高天次最终的总分数 四位评审老师 给高天次最终的总分数